马六甲马林河近年来有多条鳄鱼出没 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在当地设置陷阱一个月 昨天再抓到一条长三米 重200公斤的雄性万鳄 当局昨天下午接到民众投报 指一条鳄鱼在三点半左右坠入陷阱 动保局成员赶到现场时 鳄鱼还在挣扎 当局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才帮鳄鱼脱困 之后将它绑起来并蒙上眼睛 接下来几个星期 动保局将会收容这条鳄鱼 以观察它的健康状况 这已经是动保局过去半年来抓到的第三条鳄鱼 当局原本是要捕捉今年五月 在附近肝榜咬死几只羊的鳄鱼 但是调查发现 陆网的鳄鱼都不是他们要找的目标 这条鳄鱼都不是那么高级 讨论的感觉 若果是那种更高级 是什么病毒的 离开十短期 因为这条鳄鱼都不是很高级 这样的情况 但是一个人他指定的总保局 这条鳄鱼是两个人 对我来问的 感谢观看